当地时间,9月22日,乌军对俄海军黑海舰队司令部发起了导弹袭击 虽然俄军宣称,击落了5枚导弹以及多架无人机 可结果呢,有着上百年历史的黑海舰队总部大楼,还是被导弹炸毁 据相关报道,至少有一名军人死亡,6人受伤 要说这黑海舰队,知名度可不低 其组建于1784年,曾经名列苏联时期的四大舰队之一 俄乌开战前,俄军的黑海舰队,可以说具有绝对优势,一度纵横整个黑海 然而开战至今,黑海舰队的实际战绩,没拿出多少 反倒是自己的旗舰莫斯科号,居然遇袭沉没 甚至整个舰队归缩到了港口,还能被人家打上门来 难道乌军真就这么强吗?是乌军改装的苏24老当一撞 还是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无人能打?要知道,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苏24算是老掉牙的武器,而巡航导弹的拦截,也并非难事 弹杖打到现在这个地步,显然是两边都有因素存在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有足够射程的打击武器,和能够发射武器的载具 这是显而易见的,乌军可以在几方控制线内发射导弹 射程可以覆盖到预定目标 但战场打仗,可不仅仅只是这么简单 以乌军每次作战发射的巡航导弹数量来说,最多也不超过10枚 按道理讲,俄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重重射防 不至于应对不了这种级别的远程袭击 但结果呢,乌军打击干船物那一次 俄军说10枚导弹,拦截了7枚 但3枚漏网之余,就恰好能炸到船物内的舰艇目标 明斯克号登陆舰,被烧成了黑炭 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潜艇,也被炸穿了一个大洞 而这一次,乌军打击黑海舰队司令部 俄军又说拦截了5枚,但却至少有两枚命中了大楼 参考之前乌军使用巡航导弹的打击战力 乌军平均只要发射7、8枚导弹 就总能命中俄军守备的核心目标 这显然算不上什么强力的远程袭击 所以问题出在哪呢? 出就出在 西方的体系力量,在乌军的打击作战中 是大力出动,并且有极高参与度的 乌军现在对俄军核心目标的打击 不是直接上导弹就打 而是在正式袭击前,出动大量无人机干扰俄军防空系统 还会打出右耳弹 并且,但凡是乌军作战当日 必然有北约的特种机配合侦察 简单说,乌军现在不仅是有 可以打到俄军重点目标的武器 更重要的是,它有完整体系的支援 以及一整套战法的支撑 当然,乌军站起来的另一面 是俄军自己的不争气 以俄军黑海舰队如今的阵容 除了几艘击落级潜艇 水面上不过20多艘新老舰艇在撑门面 它极度缺乏 足够先进的大型防空舰 潜出到西部海域 为克里米亚半岛提供海上的防卫 可话说回来 即便舰队归缩到半岛军港 有整个克里米亚的空防系统作为保护圈 但依然被乌军不到10枚导弹突袭 而且是屡次破防 这也就说明 克里米亚本身的空防体系 肯定是存在很大漏洞的 而相比黑海方面所取得的战果 乌军在正面战场上却表现不佳 几乎停滞不前 自6月初乌军开始大反攻作战以来 现在已经打了110多天 可以说 是从盛夏打到了深秋 乌军在5个进攻方向 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却是 收复14个村庄 攻略领土300余平方公里 只占目前 俄战区总面积的 约0.3% 其实 在乌军大反攻战役刚开始时 其自身预期还是挺乐观的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乌军曾在去年的 哈尔科夫和赫尔松反攻中 都取得了理想战果 有成功的先例和经验 第二是 乌军对北约化新军 寄予了厚望 认为原先的杂军尚可得手 如今西式主战装备上阵 俄军必不可敌 对此 背后的西方支援集团 也总体持乐观态度 例如英国方面便认为 俄军不堪一击 乌军得手问题不大 而比较保守的美国方面则预估 虽然乌军未必能打出多少战果 但至少会有一定程度的推进 此后 以远程武器扼断俄军的运输线 还是问题不大的 但是很可惜 乌军的作战进展并不如预期 一方面 乌军大大低估了 俄军防线的布设 尤其是忽视了 大片雷区的存在 另一方面 乌军对北约化部队的战力 有所高估 由于训练时间短 装备砸 体系能力不足的原因 使得整体战力发挥十分有限 这最终也导致 乌方在向西方继续寻求支持时 受到了冷落 9月18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 开启俄乌战争后的 第二次访美之旅 但泽连斯基此行 并没有重现去年访美 所取得的轰动性效果 虽然他依然获得了 白宫持续援助的承诺 但令其担忧的是 反对援乌并质疑基辅的声音 也在不断加大 一方面是因为 乌军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 另一方面 与七个月前 泽连斯基访美相比 美国国内政局 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共和党代替民主党 掌控了众议院 同时 美国新一届大选日益逼近 使得美国两党的党争浮出水面 并随着大选进程的展开 而日益激烈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就在当地时间9月19日公开表示 他有问题问泽连斯基 要如何负责美国已经花掉的钱 争取胜利的计划 又是什么 美国人民需要乌克兰给出答案 泽连斯基需要说服他 继续支持提供援助 更有激进的共和党人认为 乌克兰是个腐败的政权 俄乌战争不会迅速结束 其实 此次泽连斯基访美 只有一个重要目标 就是促进美国国会 如期审批新的援助计划 然而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却明确拒绝了乌方的要求 他承认 与泽连斯基进行了 富有成效的会谈 但不会承诺 在今年年底前 将新的援武法案提交给众议院 他表示 目前美国国内的支出问题 才是共和党人的优先事项 而面对一系列动摇 拜登则强调 美国在对乌克兰的援助问题上 没有其他选项 其实 在此前联合国大会上 拜登说的更为透彻 如果我们背弃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 去姑息一个侵略者 这个机构里 还有哪个成员国 能确信自己得到保护 如果我们任由乌克兰被瓜分 那还有哪个国家的独立 能得到保障 其实 拜登想要强调的是 是否支持乌克兰 事关美国领导创建的战后秩序 能否得到维护 世界各国对美国作为领导者的信心与信任 能否得到维持 而与美国国内之一相应的是 国际援武抗俄联盟之间 似乎也出现了裂痕 比如因为粮食争端 波兰与乌克兰的关系闹僵 而一直以来 波兰被视为是 西方最坚定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之一 那么 乌克兰与波兰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还要从俄罗斯封锁了黑海航道说起 航道封锁 乌克兰的粮食便无法通过海陆进入国际市场 与乌克兰接壤的欧洲国家 为了帮助乌克兰 提供了陆路通道 但这同时也提高了乌粮食的运输成本 降低了竞争力 因此乌克兰选择在当地市场出售 而不是经过欧洲转运 而波兰认为 这种行为 损害了波兰农民的利益 对泽连斯基提出了抗议 但泽连斯基没有服软 反而在联大上暗讽波兰 波兰总理莫拉茨维基便对媒体说 不会再给乌克兰转让武器 也正是这句话 引发了舆论哗然 但9月22日 波兰总统杜达就澄清了波兰的立场 表示波兰人会向乌提供武器 只是不会转让最新型的 并称两国关于粮食问题的冲突 不会显著影响两国关系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称 波兰并未停止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 而鉴于波兰的议会选举 将于今年10月15日举行 所以波兰总理的话 大概率是给农村选民听的 应该是一种选举策略 而就实际行动看 波兰并未停止援助 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 园乌国家似乎陷入到了 某种疲惫之中 一边是乌方在正面战场的停滞不前 没有取得预期战果 另一边 以俄朝结盟态势为标志 俄罗斯并没有像很多国家想象的那样 迅速在军事上失败 虽然其在战略上的失败 不可避免 但现在的俄罗斯 似乎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同时还在寻求构建持久战的格局 假如俄方 能够挺过这个冬季之前的战役 那么他将会拥有一个漫长的冬天 对疲于作战的军队 进行必要的修整 并趁这个时间 寻求更多外部支持 等到新春来临 将会修复元气 甚至获得更大的对抗力量 而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得不到西方盟友的援助 那么乌克兰一定会输掉这场战争 所以 能否确保援助不断且及时跟进 对其能否巩固加强目前的对俄反攻态势 并有效抵御俄罗斯的侵略 显然至关重要 所以 基辅当局所面对的关键是 能否处理好内部问题 能否在有效清除腐败的同时 保持内部稳定和团结 保证对军队的领导指挥畅通无阻 能否打造一支顽强奋战的铁军 妥善运用盟友的援助 并在较快的时间内 对俄军形成压倒性态势 这些都是 乌方重塑国际社会的信任 赢得美国籍盟友持久支持 并最终赢得胜利的关键 对俄军形成压倒性